好了,接著這一套就是四天王女的... 我不敢說它究竟是第一還是第二,大家自己判斷 這套我排第三套,我剛剛說這套排第三套,四天王如何出現 接著要說那套,蛋王無盡的法庫 不是,盾王嗎? 盾王無盡,沒錯,盾王無盡 其實它真的用蛋 總之大家知道那套是槍就可以了 大家都記得我在新番介紹裡面,這套其實很有深度 有什麼深度? 其實它是控訴一個社會的制度 這班工廠女工奮鬥的故事 他們被一班農強制交配 哇,有點慘,很慘 工廠女工血利水,這套是紀錄文學 不是生態的,譬如那群女工被人搶走的時候 有什麼集體智慧? 那群女工也好些,你看男主角給樹上的 我不知道 其實我們之前說到就是,故事去到就是 我們這個Discovery Channel裡面就說到就是 那些龍其實是為了要找這個龍的少女 就是為了,不知道是不是交配 尋找配女 其實他說的就是把那些女性變成一條龍 正常啦,不同的種類都會交配 它會先轉化成為龍 因為我們在一個回憶片段裡面看到這件事 看到的就是Ease那條龍出現之後 當然啦,我們不得不提我們偉大的防禦系統 算啦,還不提防禦 這個防禦系統實在太偉大了,你要明白 他在整個作品裡面 他沒有成功過一次 無論對龍,對人,基本上對任何東西 他都是沒什麼用的 其實他是 他有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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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第一集裡面已經介紹過 D能力少女如何運用D能力 他們也說到D能力少女作戰部對這一班 戰績似乎是標柄的 但是 不是可能成績標柄,應該是未試 但是在實戰又如何呢 他們吹得很偉大 實戰又如何呢 實戰就是告訴你,其實我打不入的 你明白嗎? 整個學生裡面只有幾個打入 然後躲在地獄還是保護艘裡面 打入的都是召喚把武器出來 從他們結論裡面 他們都是打不入的 因為突然出現一個萬有斥力的爐 就是一個絕對防禦 他們就打不出來 其實這是一個謬誤的 如果D能力是可以變出任何一切的物質 任何一切 世界裡面一切可能的東西的話 這件事是沒有可能解決不了的 你有一個謬誤了 就是你剛才也有說 是這個世界的物質 那如果不存在這個世界 豈不是變成了嗎? 你明白 那幫女兒他們不夠喜歡 他們想不到 如果男生不夠喜歡 這個世界不喜歡 這個世界不喜歡 就是神之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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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作者也知道這個世界是沒有東西是不可以風化的 所以他只能夠想到一件事情 避人 避人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不是啊 它現在存在了這個世界上 我知道 那怎麼辦呢 而我謬誤就是什麼呢 如果這件事是存在的話 那就是班女應該出現出來的 那就是說什麼呢 班女根本上是不行的 不是啊 這正常的一個學習 包括和你講這個 我們這個世界元素的物質 如果你不和你講你不知道的物質 你不會變出來的 對不對 就是和你講被人的東西 就是 不是啊 既然世界上已經有產生了一件被人的東西 那他沒有力 除非他沒有接觸過不知道那件事 要不然他應該會變出來 這裏我有個解釋 你記不記得第二集裡面 他們說的一件事 那些能力的使用方法不是這樣的 那些能力的使用方法是要 把他們的想像 把那些高位元素射出去 變物質這些東西 太過低技術了 我們是不會去做的 那不就死了 所以你看到就全部都放在那裡 很合理的整件事 沒有合理的 不是 他們的理論是錯得來統一而完整的 學校這樣教也沒辦法 這些就是休等身 這些就是專業的學生 學校教什麼 學校教什麼 他就做什麼 那我分數很高啊 吹啊 實際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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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事 打屁事 然後你看到就是 他們打不贏之後 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 只可以殺了Yees 等到條龍 其實那也不是手段 只不過就是 沒有啊 推而頭其志 斬腳趾被殺 沒有辦法 找一個 不要緊 找一個殺到第二個 然後殺到第三個 然後殺下去 死了什麼 是嗎 那設定裏面 有沒有說過 是否他配偶死了之後 就會選另一個 也沒有表示過這件事 我相信他之前有件事件 是殺了同班同學 那件事件 他殺了同班同學 但都沒有出現過 第二個合適的人選 我相信 那裡已經隱姓了 說了一點 叫做推理 推論 他不是一個必然性 因為現在條龍其實不殺他 他走開了 可能過不知幾天就回來 那沒事的 那就回來找另一個 那在這件事件上面 你見到就是 然後主角又發揮他的 相信我之術 然後說 你有辦法嗎 放心吧 沒有 不過交給我 這個也是發揮的是什麼 魔法作品裏面 所謂叫做 硬設定 那種設定就是什麼 神說有光 這個世界就有光了 我需要力量 說了就算了 我就可以擁有力量 這個就是作者偉大之處 而這件事叫做什麼 所謂的叫做 完全是非鋪塵 其實你可以說是 因為其實 你之前《殺偶介事》 用兩集的時間 去和我剖析 這個故事 所謂的黑暗物質 是怎樣形成 和怎樣運用 而現在幫出了一個新的 超越D能力的 正常使用方法的設定 就是交易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棵樹狼 對男主角的記憶很有興趣 因為他可能看過很多女的裸體 甚至抱過很多女 他想要這些記憶 可能想吹一整套紀錄片出來 你不要理他 記憶那樣東西 其實 創作主角就說他有個 很悲哀 不是有些後盾幫他 拆旗 我今早可能慘得起了 現在不怕這件事就慘得起了 不是 你會令到就是 給了一些角色 對主角一個很旁 真的慘了 慘了嗎 那個人忘記了 沒有啊 只有一個女兒知道的 但當然沒有人知道 沒有用的 這個是為了營造這件事 很偉大 不是 你看到其實他記憶 你說沒有記憶 我這次做的記憶 沒有意思 其實沒有問題的 他沒有說過用什麼記憶 其實他有 他隨機溝了 沒有 你不知道他用什麼準則 你見到每次有空上車 拆旗都正常的 照聊照 但沒有說不記得誰的 有 安定很正常的問題 OK 可以繼續 是不是 我覺得這樣的 你有這樣的 譯定 譯天的能力 我翻的 我反而是想知道 那些炮究竟射些什麼出來 可以令到 破到萬有刺力 暗下物質 應該不是暗下物質 不是 我就是想知道 之前是說到 就是 究竟用些什麼 可以破到萬有刺力 我又覺得 那麼特別的呢 其實是 應該是萬有刺力 改得沒有 慢有刺力 對於萬有刺力 就是中和 好像AT feel 中和了 也沒有根據力 但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 一定不會是萬有刺力 因為萬有刺力 我們看到就是 如果萬有刺力 死出來的東西 就會飛天獄 其實是 不是的 主角第一次 對 用那刺力 的時候就是 一樣 飛天 飛到不知去哪裡 我不介意 有這種力量 其實是 但是我告訴你 他究竟想要出什麼鬼 你不需要理 這件事 總之大忌可以解決 一切事情的事 有些問題 去撕拖一下他 即是你說 如果他是一個 概念形式 即死 那我還能夠接受到 你要用世界的法則去殺他 不是詛咒 當然我知道 就是 這件事其實是 沒可能的 即是你這樣的話 即死的話 其實 對不起 我以後不用跟你做交換 OK的 我已經學完了 OK的 我 我任何敵人都可以 撕死 一招人 你不要得罪我 我撕死你 所以 那條路 那條路也不笨 我是給你一個力量 去殺到那個人 但是 我反而想知道 你要什麼力量殺他 其實是 當然 他說到 其實他應該要 出這些招的時候 他是要靠 其他的D能力少女 給他一些元素 他不是每次都是 捉住那條路 那條路 當 原子樂 給他 那是發電機 那是發電機 那是這樣 OK 那你說這件事件 當然 你說最後 解決了這件事件 他就說 那條路 那條路當然 口感到 升到爆 立即升到爆 一見到他就已經升到爆 喂大哥 救命 全部女都聽過 那條路 船尾索 這條路 沒有恐怖 真是生氣 那你說 這條路 當他去到 第二條路 就是用 被人去對付那條路 剛才我們說的 被人 因為是前置 他們應該知道 這個世界有被人 那這條路 就是 很厲害 這條路 它是可以噴這個光線出來 令到這個時間 急速去流勢 形成風化現象 其實 其實 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這個力量 是搞笑的 時間 流勢 是 如果水 經過二千年 的話 它依然都是水 來的 就是你要從事 操控 叫做什麼呢 操控風的力量 再操控時間的力量 就是什麼呢 在這個時間裏面 會不停吹風 這件風化的事件 才會成立的 老實說 我問 我問一句問題 你在沙漠裏面 用 時間流勢 它一萬年之後 它都是一個沙漠 你肯定 我肯定 我肯定 可能是燒那些沙 不是 可能是被他綠洲的 不是 你風化是因為一個條件 限制 如果那個環境裏面形成的東西 不會形成風化的話 是不可能形成風化的 那我就說 我在這批頭 究竟怎麼形成的呢 真是好深 不要深究 算了 我是批頭 你設定這些東西 不要深究 總之它的能力是風化就風化 總之它能力可以令你時間 加速變老化或者衰化 你不要理他 用到時間 這個問題 真是 好深奧 我肯定當你行 你很威風 這條龍 有我們未知的力量 他可以 不過這條龍不會游泳 當然是差一點 沒有辦法 那就風化些水 讓他可以走 不,尤其是水 屬性 用水純針去打他 不是 其實這裡風化 風化了的話 其實應該受不住他的體重 不過這個也有個問題 不是的 風化了的話 可以風化整個河廠 地球那裡也只是地球來的 很會用的 當然這條龍的目的 其實也是找女 Discovery Channel 說 這些龍的生態就是這樣 他們是需要求偶的 但是那兩位少女 D少女 就不是在島裏面 所以他們 突然出現了 新的 就要將他們運到島裏 去保護 不知為什麼 大家都經過第一集 都知道島其實是不安全的 不是 學校是不安全的 就是學校 所以他的島很正常 不是島是安全的 原因是島會動 島不會動 島不會動 島會動 怎麼這麼少 不是他搭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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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不會移動 沒有他搭船走 這個不是法國那邊 就是這裡是一個很聰明的地方 你將一個危機 帶到一個 全D少女集中的地方 而不是帶到一個孤島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就是我心想 為什麼不能叫作戰部隊 走去一個孤島上面 而將那兩個少女帶到孤島上面 是不是先解決了一個問題 應該要 當然我覺得 作戰的事情 很難說 他覺得 因為 司令對島的防禦系統 依然是很有信心 算了 防禦系統 沒有辦法 這次相信是告訴你 任何的事情 他都可以 預先發覺 他原來是有先讀能力的 當然你說這次事件 其實他是跟軍隊那邊的合作 軍隊那邊 軍隊那邊叫做什麼呢 軍隊那邊都叫做一個戰術 就是說 他最終是找一塊很大塊的 很大塊的三角形的圓錐 類似圓錐的物體 不是啊 你眼前往 這個圓錐上面 應該在上面打你 應該是死角 大石砸死蟹這個道理 他不是蟹 大石砸死龍 被人摘死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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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不知道他根據什麼立論 其實他講那個作戰的時候 我開來都一絲覺得是合理的 什麼被人摘下作戰 他那個作戰就是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 要把那個被人的樣子那麼高科技 你把一塊被人摘下去就是 他想要承受大氣的磨擦力 可能會燒著 你在開頭你知不知道 我是想著他做到整個尖蕊 我以為他是一個轉頭來的 會轉的 然後我是想到 爆船拖上了 這樣就摘下去 但是他真的就這樣跌下去 如果就這樣跌下去的話 這樣 不不 剛剛轉到剛剛 如果你平的話 你受氣大會很難跌下去 會磨散 會燒進去 那我不明白為什麼 如果是這樣 整個 最體的下去就算了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多靈國 這麼多上面一枝枝的東西 我們搞什麼 其實在這裏還不會升 不過在這裏還會升 起不像標本去追透 就是 我反而想知道 那個東西的質量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 直升機掉上去 為什麼直升機這麼厲害 我想買的直升機多些 對 對 就是 我在畫面上看到的 最多四部 四部直升機就可以 背起這裏 而這裏可以砸死一條龍 黃太平洋 四部直升機 都吊在這裏 那黃太平洋那隻 是砸不死隻龍的 是砸不死隻怪獸的 這裏是清晰的 這裏就可以砸死隻龍了 我以為那裏是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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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是 是吊上去 是高升機 當然 因為本身就是 這隻龍原來 他有第三隻眼 第三隻眼 是的 他的確是有第三隻眼 除了頭那兩隻 還有背隻眼 在尾 背隻 背隻 在學中間的 他就可以令到時間流勢更快 更加快了 不知道是十倍還是二十倍 可能是一億年 深考深陰的東西 就令到被人 消失了 就瘋化了 其實呢 不 其實呢 如果照這個理論的話 其實都是錯的 瘋化了一件事 都是一個物質 都應該會壓下去 當然不會消失的 即是他的光線 不是一個破壞的光線 他是一個 令到物質的構成改變了 那件事依然是會砸下去的 即是你可以 其實那個畫面上 砸下去 大 碎了 但是不會消失的 不可能是那件事 譬如說 一萬年之後 那件事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 你怎麼砸下去呢 為什麼我們說 那些東西 歷史圍脈在肚子裡面 因為它裡面 你看有些生物 會腐化一些東西 但空氣沒有 空氣是射的 而且那個東西是鐵 那些東西 不是 一些不知什麼的物質 是秘銀 就是在我們 即是我們用科學 即是英國說 超科學理論 我們或是奇幻角度 秘銀 秘銀就是什麼 秘銀是比鑽石更加強的硬度 如果這樣的話 鑽石是不會腐化的 鑽石你這樣放在那裡 是不會腐化的 經過一萬年 鑽石恆久遠 一火永流傳 不是啊 我記得你記錯了 鑽石恆久遠 一火就破產 如果根據這個立論來說 秘銀應該是 經過時間流了 其實我就算 不是 它硬度比鑽石硬 但可能它風化速度 都比鑽石快 行不行 那如果風化了 也是不會消失的 它也是會掉下來的 因為在空中 可能餘火一億 一百年 它都有一塊東西 它不會變的 你買一塊下面 你假設它不會變 會不會它吃 其實它會變 我不知道 這是秘銀的東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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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鑽石這件事沒有用 即是一萬年不會變 但一年會變 那件事 我們都沒有一個知識 那件事究竟會怎樣 會研究所有的資料出來 我們都沒有 這些資料 在這個設定上 秘銀那件事 它講的硬度 其實就是一定是幾吋石高 這個叫做什麼 大家供應的事實 這個是person value 即是現在的價值 你怎知道一萬年後 那個value 收 沒有數 不是 這件事 他說可以便可以 他現在告訴你 封化了 我告訴你 封化了 但封化了 物質應該還在 摔下來 最多是摘到它 但沒有傷 但不會消失了 物質 行手理論 來說 這個世界 都應該一定有 那 沒有 然後說 作戰失敗了 然後 大家都很聰明 作戰失敗就是 殺了女兒 哈哈 哈哈 殺了她 全都受不了 這個是最後的 什麼 那個產能力 你要明白 D能力是一種很罕貴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可以生產大量的資源 包括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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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女兒就生產這個鑽石 Nia Nia就生產鑽石 她之前被組織抓住了 然後主角 也是因為主角曾經救過她 她一來到就馬上說 我要做你新娘 這些 搞了就算了 沒有你 這個不是重點 當然 也是 在這個事件中 然後說 軍隊說 不行了 我們都沒有辦法 殺了 我們都放棄了 當然她安慰了她 她說 你也很厲害了 逼得她出第二次 哈哈 那是合理的 然後她們制定了一個策略 就是 在這個 看不到的地方 讓她預視不到 然後實行這個 作戰計劃 其實 暗殺計劃 看不到的地方 她預知的 看不到的地方 她想著 她們天真地認為 看不到就 她說的那是在 你看不到的話 你就不中環牆了 什麼理論 不算是 看動畫 看多動畫 可能 你知道的 OK 火影是一套 庫法 你忘記了嗎 我知道 真的會看的 有道理 這些 這套東西 是有出處的 跟著 根據這個 條件裡面 他們制定了一個策略 就是 簡單來說 在她不察覺的情況下 用最快的速度 讓她開不及跑 而 扔下去 而贏她 問題是 做不做到的 跟第一次作戰 其實有什麼分別 都是人下去 第一次作戰 就是明刀明槍 她這招是暗箭雙人 這招叫做 很分別的 都是測試的 未必一定可以 是不一定可以的 試一下 沒有壞 追了殺掉 我們有最後 王牌在手上 我不怕你的 什麼方法都跟我試 人家在手上 你老婆在手上 其實 如果給我看的話 這條龍 是有一個很簡單的對付方法 再要女兒周圍走 你看到這條龍走得很慢 所以其實 對付她 最容易對付 離開她 不是 帶她到花園 不離開 好像牛上面 捉了 在戶口 的話 走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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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方法不錯 那是帶她去華遊世界 不用的 你們把衛星在上面 放在上面 那些不是什麼 那些 不是流狗那些 是流膿的 甚至你強一點 帶她去太空 用衛星 但身邊是你 然後 可能風化的空氣 轉向上去 天鬼華遊世界 是不是還可以? 她是一個星球,帶她的星球 帶她的星球,帶她的星球 誰先死了 不需要啊,線上的石頭,她是行的 你明白,其實他們為了擊倒龍而戰 少女死是一個解決心 如果少女死,能殺死這條龍 一個工廠女工 一個工廠女工 換上千萬人運的性命 立個鼻給她打 勇士 在SSX級被人殺不死 殺死的話可以 當然這次作戰就是 其實失敗告終 失敗的原因在於 原來她有第四隻眼 除了第三隻眼 還有第四隻眼 故事裡他們就撤退 最終他們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其實被人的作戰方法是沒錯的 然後他們就 躲在炮擊 叫做二段攻擊 她有第四隻眼 你不答應她沒有第五隻眼 她或者全身都有眼 還有一幅眼 你這樣的話 用一個全滅的態度去對付她 其實是 當然 我們偉大的主角 背水一戰 不用 後來說 交易 麻煩 有什麼能力可以 給你一個新能力 OK 所以我從來沒有擔心過這件事 主角總會說 不行不行不行 監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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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她 打死她 其實是可以做到不同的條件 結果都是黑科技 整套統合無盡裡面 無論去到就算拿炮去到 最後 中間裡面還放多了 麗莎 那個崇拜龍的少女 其實就是這件事 有些不同的 要看一看她 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都非常奇怪 那 你說 然後還有第二條龍 看中了她 不知道為什麼她這麼多龍 看中了她 有條藍龍 看中了她 真麻煩 而有一次證明就是 即是 那個基地其實是很搞笑的 你記不記得第一集裡面 他們已經說了 究竟這個世界有多少條龍 十二條 但是有些人問號 我記得是 但是藍色那條龍 不是問號 但是藍色那條龍突然出現 他們是很害怕的 即是說 這個機制根本沒有 Case Go 它可以這樣出現 不是 突然出現的原因 是因為 它那個島 應該會有Detector 顯示那些龍在哪裡 突然間出現就害怕 即是有外人 放來都廢 現在算什麼 而最有趣 其實呢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的物理力學 是很奇怪的 它有黑暗物質 你還跟它說物理力學 你會不會 多分一點 藍龍那件事件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是什麼呢 他們開頭的策略 就是打算吹走這條龍 那麼 吹一下吹不走 太重了 然後用萬有七力 射了它上去之後 然後它跌下來 中間力應該是更大 但是那一刻可以用風吹到 我又拋頭了 為什麼可以吹到的 重點是上去之後 大家數三十秒 還是十五秒 為什麼它這樣不準 即是 下來的那個G G力 是比你 它站在那裡 推它的力量 是你要更大的 老實說 一個不是毒物理的人 都應該知道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究竟 他要用一種什麼的風 是可以這樣吹發 他會看Linus 持戒反射 打橫就算了 是不是 他會不會覺得 其實那條藍龍 在地下的時候 會扎根在地下 所以他推它不動 如果他上了天 他沒有扎根在地下 應該可以推它不動 你有沒有看過 那些樹 跟著幾深 都出得起呢 但是為什麼你這樣 出不動 才有 不是要看它的質量 要看它的質量 藍龍 我想問 不用看了 當然你說 基本上 他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 他這些位不吸引的地方 就是 他不深究 就是 大家知道 第一條龍 開始就知道 主角有一種能力 就是 只要他 肯交易 肯交易 任何的龍 在他面前 都只不過是 他拿來灑稅用的道具 只要他肯交換機器 換取這個力量 所以 創造不到危機感 還有 他也都看到 他將那個變身畫面 是重複用了很多次的 那些少女 好像變身換身 其實我覺得特登的 那些畫面 又不服務 又不服務 又不什麼 怎麼特登呢 男主角都有那個畫面 其實沒有用 你整天都會死 老實說 如果那個薄膜 可以抵抗到龍的侵蝕 我都接受到 但 你看到那些人來 全部都是打遠距 來攻擊 變了武器出來 不是 啵啵啵啵 射進去 我變了武器 就是放光速波的 浪費 沒有用的 是不同的武器 你跟石中 會變老的 也是不行 那你的肺罩怎麼用呢 其實沒有用的 他又打不穿龍 比放武裝 你肺罩放不到人 那他真的沒有意思 整個故事裡面 最缺乏的事情 就是解釋 他不會解釋給你 算了 他解釋 他跟他的方法解釋 理論是有出入 我覺得 他不想著會明白 他不是不想著明白 但他是創造不到 就是合理的高潮 所以 這套 這套 叫做什麼呢 女角方面的 故事情節裡面的角色 來講 叫做 平平無期 他沒有犯了什麼大錯 但是 在他的力量層面上 基本上 他是有超越魔法戰爭的級數 他是有 除了他說了就算 還有 他可以 這套東西 可以完全違反 你一切 你認知的所有的物理力學 你明白 這個世界不是我們世界 他們的物理力學 和物理學不一樣 明明就算了 你不能斟酌這個 那 不斟酌的話 你不斟酌這個 你不斟酌這個 物理學會更多 他說 黑物質都是 變一些我們知道的東西出來的 如果我不這樣的話 那 很合理解釋 那這套東西 不用說了 那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我覺得他是需要解釋的 尤其是男主角 叫做 運用他的知識 甚至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他應該是運用他的知識 其實很少 他動畫都說 沒有什麼用他的知識 沒有用的 他家裡的知識和記憶 但是家裡的知識 沒有了你 有什麼知識 不是純粹就是 拉一個少女鳳 這個合體技 巨演化 撞槍出來 那撞槍就什麼都做到 一炮死 什麼都 那是 解決這件事 我不會說他 去到 無可若救 只要你不想我剛才想的問題的話 很難不想 你一定會牽涉這個 不是的 其實很多人 老實說 封那個位置 我也是看完那一集之後 然後 我 先說 等等等等 那一集 為什麼 我們看完看到 他在唱 結尾的時候 我便想 咦 好像有點不妥 你為什麼計 然後我馬上回答 咦 為什麼我剛才想不到呢 很明顯這套東西 我看的時候 我的自信是在降低 什麼 什麼 可能 有些人看動畫的時候 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便可以了 他博物 你發現不到 不是 是你這麼麻煩 可須 但他又不算賣角色的動畫 我覺得 其他的角色反而 他出場的氣氛不多 你也說 他本身是一通行小說作品 其實他是 簡直說 始終作品 你也不可能一開始介紹所有角色 其實他也是 讓你看看有沒有儀貴 心巧合 但一開始很多角色 其實已經出場了 但是動畫 主角沒有特別攻略 過任何一個 有兩個可能 是阿妹 一來見到裸體角 和鑽樂山 老婆 也沒有 但其他就是很花瓶的角色 有些細乃花入學 鑽樂一齊入 劇情沒有什麼廣告 已經背叛了你了 那也沒有 他沒有特別攻略 其實他沒有特別攻略 你不用跟他聊天 有選擇 我當然要選擇 這些不是原女遊戲 所以基本上 都是說 你無視設定的問題 其實 中下 如果 戰鬥向都是一閃流 那沒有的 大家只是開炮而已 開炮還要是 說我不夠龍那支炮打 然後怎樣 一槍飛上去 那支炮就飛開了 多厲害 完全不明白 那套東西的套路 就是這樣 他 就是統和無盡 就是 統和無盡 那應該不是無盡 統和無盡 是法虎立才對的 無盡就是他 什麼都扔出來 你吹嗎 OK 這套這裡 我們是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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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モディ